首先我介绍和弦 首先这个琴键 你就见到有两个黑色弦 三个板 然后三个黑色弦 这个就是认位的最重要的方法 凡是有两个黑色弦 左手边就是C 然后这个就是C和弦 即是C chord 这个基本的C chord 这个也是C 这个全部都是C 这个就是C和弦 两个黑色弦,三个黑色弦 这个就是Keyboard里面 我们看得到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两个黑色弦的左手边 这个就是C 如果C调就是 Do,Re,Mi,Fa,So,La,Di,Do 这个就是C的scale C和弦 C chord 就是什么呢 就是Do,Mi,So,Do,Mi,So 这个就是C和弦 无论你在哪里弹 都是C和弦 都是这样的 而很多时候我会用 左手就是一个Octave 就是由C到C 内中有时候都会弹上第五音 的数 但是就不多 就是会少一点 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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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会弹上C弦 我一直弹上C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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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变化 就是由这个位置 和第二就是那个 第一就是位置 第二就是那个折弹 可以制造出很多不同的音乐 所以我们要熟悉 而熟悉一个和弦 除了熟悉的基本位置 这个就是Do Mi So 就是基本位置 其实总之是C E G 如果说字母 就是C D E F G A B C 我们要记住这个字母 然后 C E G 这个C可以移到这里 是 移到这里变成这样 也是C 不过就是倒转的位置 这个叫做First Inversion 第一个倒转 然后第二个倒转 就是这个 这个C E就搬了上来 是 这样这个就是Second Inversion 这个就是Root Position 这个Root Position 为什么要退位呢? 原因是因为这样 当你弹一首歌的时候 譬如 主 我更靠你 嗯 那我就会 我在这个位置 我已经转了C G Am 而我的手没有退位 如果我要 用Root Position来弾 C G Am 我就要退位了 所以为了避免退位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就是我说的原因 就是可以很快 由一个和弦 转到另一个和弦 很容易转到另一个和弦 很容易转到另一个和弦 就是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第一件事 有一个琴就是要练习 譬如先用C调的歌弹 C 这个 然后呢 移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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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左手 也可以跟摘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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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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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和弦 C chord 第二個就是4 Do, Re, Mi, Fa, Fa 就是4 這個就是F chord F chord 接著就是G 就是1, 4, 5 就是常用的和弦 凡是甚麼調 都記實 1, 4, 5, 4 4就是F 如果是C調就是F 第二個調也是第二個調 G D調 Do, Re, Do, Mi, Fa 就變成G Soul就變成A A 這個就是很多樂理要明白 首先知道1, 4, 5 然後它也會有三個主要的小調 小調是哪三個呢? 就是2, 3, 6 就是1, 4, 5 2, 3, 6 C就是2 D D就是小調 小調和大調有甚麼分別呢? 分別就是這樣的 大調你聽的時候就變成好像Do, Mi, So Do, Mi, So 這個就是大調 然後把大調中間的Mi降半度 就會變成 Re, Fa, La Re, Fa, La 這個就是小調 Re, Fa, La 中國的歌和以色列的歌 有很多都是用小調的 其實大調的歌 你都會用小調的 這個就是小調D minor 然後就是小調 下一個就是3,就是E minor 是 Mi, So, Mi, So, Ti 但其實呢 所有的小調 你可以用 Re, Fa, La 你可以用 Mi, Mi, So, Ti 或者是 La, Do, Mi 都是可以的 都是這樣唱 因為它三個都是那個方法 都是一樣是 它小調的特色就是這樣的 如果是說聲半度 由這個第一個音 譬如我的C和言 由C到E 基本上就是聲一個半度 兩個,三個,四個 是吧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這個你明白了 1,2,3,4 這個就變成為一個C大調 好了 然後這個就升1,2,3,4 然後升3度就變成 La, Do, La, Do 就是變成1,2,3 升3 三個半小 半調 那就 La, Do, Mi 也可以 Re, Fa, La 也可以 Mi, So, Ti 也可以 但是它的Re, Fa, La 就變成第二個調的Re, Fa, La 就是每一個調的Re, Fa, La 都不同為止 每一個調的La, Do, Ti 都不同為止 所以你聽 一聽的音 到底是大調小調 你就聽 Do, Mi, So 那你就知道 這個大調了 可以聽到 La, Do, Mi, La, Do La, Do, La, Do, La, Do, Mi, La, Do, Mi 這個就是小調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 你可以數 和言的表 就會顯出一些基本和言 我今天主要用C調的 C就是 第一就是C大調 F大調 4 G大調 然後三個小調 D小調 E小調 和A小調 三個 這個A開始 La, Do, La, Do, La 這個就是A小調 其他調都是這樣移位 其實你可以數 例如這樣 Do, Mi, So Do, Mi, So La, Do, Mi 你自己可以移位 這個要熟悉 即是要熟悉每一個調 首先熟悉C調 熟悉G調 這兩個是最常用的 兩個調 其他都有很多常用的 但這個是比較多用 你熟悉兩個調 好了 現在我用一首歌 就是《耶穌我愛你》 一首很簡單的歌 它就是由簡單的和言 它裡面的和言 是包括 一樣是這個C 還有F G 還有這個D小調 它沒有用到這個E小調 還有A小調 就是五個和言彈這首歌 或者我用一首什麼 主耶穌愛我的副歌 主耶穌愛我的副歌 三個和言 就是C F G OK 我現在彈一次 最簡單 到一路提升那個複雜程度 你最簡單 未必是最好聽的 不過你都可以控制 其實聲音好不好聽 你都很多時體的控制 即是左手和右手的平衡 如果左手太大聲 就不好聽了 那譬如我現在彈一次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有聲敬告送我 那譬如我所做的 我基本上是用Block Chord 什麼叫Block Chord 一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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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初頭來講 可以是簡單一點 這樣就這樣 主… 那我可以加一個二 即是可以加一個二音 那你試一下 每一下都不同的位置來彈 主耶穌愛我 這個F 主耶穌愛我 這個G 那我為了容易給你看 我就整個彈Root Position 這個就是 基本上你回家 而很多時候 摺拍就會是一個很常用的摺拍 就是怎樣 這個 Light Rock 的摺拍就是 1、2、3、4、1 這是一個常用的摺拍 1、2、3、4、1 OK 那你再留意一次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這個G 我正在使用 轉位 主耶穌愛我 這個F 我轉了位 這也是用G的調位 所以這就是你練習 到你熟悉 我想問 這樣看也很難看 你可以用右手很慢地做一次 這樣就錄下去 OK 我一樣是用左手 不過你可以不錄左手 是的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的 我會告訴你 你不要給自己壓力 一定要怎樣彈 是無所謂怎樣彈 是 你總之你是彈那些音 我的音 你總之彈那個音 你記錯音就可以了 記住 即彈這個音 總之你是彈這個音 我現在彈的都是 E、G、C 是不是 你加上這個D 即是叫C2 即是你的C2 這個C2 一直都是彈位 都是C2 都是C2 那你呢 開頭的時候 你就是 怎樣 即是你 第一基本 就彈出來 所以你就不要計 好不要聽著了 第一就彈出來 就是這樣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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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 因為我一彈 我很容易彈多一些東西 其實如果你簡單一點 你最簡單 不要任何花樣了 真的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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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結告訴我 這是最基本的方法 好了 當你熟悉了這個block chord 你可以開始練一下Broken Chord 什麼叫Broken Chord呢? 就是說 你一個時間不要彈那麼多的音 任你彈那幾個音 任你彈哪個音 我現在示範一次 由我慢慢逐步解釋一下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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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經告訴我 基本上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不要同時一下下 一下下聽上來就 噔噔噔噔噔噔 這樣就沒有那麼好聽的 其實我做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一方面做了Broken Chord 但我另一方面有些不同的節拍 那些節拍呢 我現在逐步拆開 第一個節拍 我先講過的就是 1 2 & 3 4 & 這個就要我們去練習 1 2 & 3 4 & 1 2 & 3 4 & 1 2 & 3 4 & 1 這個Broken Chord 我再試一下示範 我盡量簡化一點 其實基本上 就是說這幾個音 任你喜歡彈什麼音 就是彈什麼音 你也可以這樣練習 就是你自己去試一下不同的音 不同的音去試一下 自己練習 將它走來走去 好 就是那個Chord 對 就是那個Chord 走來走去 我現在試一下 再彈一次那首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有先見過送我 那這個可以說是需要練習來熟悉的 還有我有一個Rhythm是常用的 嗯 我先看我手數拍子 你可以跟著我一起數的 1 2 & 3 4 & 1 2 & 3 4 & 1 2 & 3 4 & 1 就是基本上 2和4之後 後面加一個半拍 嗯 然後這個半拍 亦都可以把它 把它再拆成兩個 四分一拍 那就變成這樣 你聽清楚 首先我把四分一拍 數一次給你聽 是怎樣的 譬如 1 2 3 4 1 2 & 3 4 & 1 2 & 3 4 & 1 就是1 2 & 3 4 & 1 就是那個名字 就是那個四分一拍 那四個叫 1 2 & 2 & 3 & 4 & 4 & 1 1 2 & 1 1 2 & 3 & 2 & 3 & 4 & 4 & 4 & 1 這個名字就是這樣 好了 好了 4 and a 1, 2 and a 3, 4 and a 1 这个你要在家里练,不停唱,唱成为一种习惯 我是经常用的,你看看 1, 2 and a 3, 4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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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但是我有时候我是用左手的时候右手的 但是呢,你就这样用一个琴 就这样的,1, 2 and a 3, 4 and a 1, 2 and a 3, 4 and a 1, 2 and a 1, 2 and a 3, 4 and a 1, 2 and a 3, 4 and a 1 那么练成为一种你的第二种 另外呢,我的左手是很多时候有震音的 震音是怎样呢? 基本震音就是一拍四下 就是一拍四下 一拍四下 譬如这样就弹 Yes, so 不是,讲完后再弹唱一首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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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做了一个四下听到的 你看看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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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要你熟到的程度如何呢? 是随时可以摆下去 而同一个音乐很合适 这件事是需要时间 最初来说是肯定不会那么合适的 肯定是很多瑕疵要试试试试试 试试到为止 好了 我们现在再一次 我拆开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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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tama iska 有聲見 報索我 其實在我彈的時候 我現在沒有想過我做什麼 我只是在那個時間 我會用左右手的手指去動 而聽起來自己覺得OK 那就OK的 如果你開始練習 可能你覺得會困難的 但是你就是 如果你由慢開始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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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見 報索我 你開始不做到 只是做到那個2nd 1 2nd 3 4nd 就已經是OK的 第一件事很重要 不要每次都彈 你發覺我經常會有停 有空間的 你看看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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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會有空間停的 而停的很多時候 是1拍和3拍的下半部分 停1拍和3拍的下半部分 而2拍和4拍的下半部分 是傾向於多些彈的 1拍和3拍的下半部分 就比較少彈一些 那你開始就是 你可能聽上來不好聽 但是你跟到的時間 那你開始就是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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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可能開始也是會困難 但是一起唱有個好處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這樣 就這樣數拍之後就彈 練習一下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在1的時候轉換 1 2 and 3 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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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and 3 1的轉換 1的時候去了另一個 chord 因為為什麼呢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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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chord 然後1的時候去了另一個 所以那裡你會覺得 1 2 and 3 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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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and 1 2 and 1 3 4 and 1 OK? 你剛才解釋,你彈1,2,C,E 其實我是C調,C chord,然後F chord 謝仙哥的句話很簡單,C,F 主耶穌愛我,這是F 主耶穌愛我 你用了C,E嗎? 我多數都是用C,F,G,全部加2 全部都要加2 多數都會加,因為它令到聲音豐富 你彈C和F,但你加上C和F 每個 chord我都加2 每個 chord我都加2 即是你彈C,F加1 沒錯,我現在想講講 根據唱歌的方法來改變節拍 因為如果你只用一種方法彈,的確會悶 我現在彈一次,我用不同的方法去改變 好,好 即是,讓那個節拍,我用另一首歌 《耶穌我愛你》 《耶穌我愛你》,我又做一次這樣慢 好嗎? 然後,應該先彈多些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我簡單些 《耶穌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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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跪拜》 這裏就是兩拍的 《跪拜》 《入住》 《你面前》 《茶美》 《我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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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呢,重複都是 四個C 然後四個Dm 然後兩個F 兩個G 然後去C 然後副歌呢 就是用Am先的 四個Am 然後四個Dm 一樣的,都是用Dm 然後兩個F 兩個G 然後去C 然後去C 這樣 副歌就這樣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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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現在彈一次是自由的 我們就讓你嘗試去彈 這麼快? 我之前彈的都是C2 我現在用全弦弦 這是全弦弦弦 即是說我一個Octave 這首是一個Octave 耶穌 我愛你 我跪在你面前 將會我給你帮 我們的夢 Allé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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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混合了幾種東西 這個Brocon Chord 但很多時候我會有一個震音 左手有真音 所以你會聽到音會豐富 在節拍上豐富 我寫一台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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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要快 Staccato 一下去馬上彈 1 2 3 4 1 左手要連音 Yes 我愛你 我為這派 你面前 T'am Bum T'am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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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A Léluia Alléluia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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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另一个 是你自己随意加累 但是第一件事就是熟练 即是说那些鞋鞋和鞋鞋 有一件事开头很难就是一转 两手一起转是很难的 那有一个方法是怎样的 其实你随便哪一手转了才行 好 做一次给你看 先转右手 我归 最后左手才可以 擺 你面前 插 两个手不下都可以 你看看 你看看 Yes 我 我归 我归 又可以 其实你不一定要落到 即是你跟不上 不用一定要落 是可以迟些落 但是最主要是感觉那个意境 但这个意境最好是你控制 所以你学琴最好不要弹 1 2 & 3 初头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但是你慢慢的 你找那首歌很熟很熟 你不用想过拍子 那你就可以随时 随时去 几时那个伴奏都可以 因为你这首歌已经感觉到 还有呢 就是这样的 在敬拜呢 有时候我可以改它的速度 改? 是啊 改它的速度 你刚才听我其实我有改速度 你听听我的弹 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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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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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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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亭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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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我的速度不是就是用metronome 即是你的计时气,你会发觉不是很跟着的时间 但你的感觉不是觉得我好像是走了拍子 而是因为我用一个好像是水流的方法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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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亚 亚 你随意去改变速度 但當然那幫人能夠跟隨 你自己帶 你自己帶就能夠做到這件事 就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這個連音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們不是用琴來控制時間 是我們唱來控制時間 所以右手 當我離開的時候 我盡快去那裡 而且我的左手是不斷 但我的手沒有離開 我愛你 我的手沒有離開 我跪在你面前 我的手一直黏緊 除了句子的中間 可以停一停 因為我按住 它的音已經沒有練習 這是一個粗練 要習慣 就是這個音要 手指要不要斷了 手不可以離開 不可以走到其他地方 要黏住補琴 對嗎? 黏住補琴 鎮音 練習的時候要怎麼練呢? 逐隻手指練 但你發現我的手背是不動的 是 1 2 3 4 1 1 一起 跟著之後落 手指一起之後落 這是練手指的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起 落 起 落 然後呢 就加速 為甚麼手背不要用呢? 就不是用手背力 而是手指力 嗯 其實這個基本上是從練手指開始的 你試試兩隻手一起練 按住 第一個練習是 按住所有的肩 兩隻手 然後手一提起 手指一提起之後落回去 哎呀 對不起 提起 落回去 啊 2 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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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踢出來 不要伸出來 但為甚麼要起一起呢 要起,是要彎的 為甚麼要起呢 即是好像你打拳 拉後,又去 那你呢,一起,一起落 你練習的時候要這樣 起,起 按住這個,你看這個我不放 RE ME FA SO FA B RE A D 還有,盡量在這隻手指動的時候 另一隻手指不動的 那你練習,手指能夠 能夠單獨動 那你坐在這兒的時候 有空,你自己就練那隻手指 即是手指每隻自己起,落回去 然後呢,這個慢了 起了下來的時候 然後慢慢呢,你就可以快了 然後,我右手也一樣有震音 你看我右手震音 這個已經是震音了 一拍四下 掉下 對,你要使用一拍四下 要是摸到一會兒 我右手指頭 我右手做著 但你不要整天都是這樣震 你不要整天都是這樣震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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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在一些不知覺的時間 是不是還在錄音呢? 不知覺的時間我都在震,會有這個震音的 左手和右手都有 左手和右手都會有 隨時你覺得那個音樂比較單調 那你就可以加一些上去 我現在解釋一下用什麼和言 如果簡單的,只是用一四五就比較簡單 就是這樣,Do,Mi,So的音就用C和言 Do,Mi,So,C Fa,La,Do就用F和言 So,T,Re就用G和言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用那個音的,如果是So,T,Re 那你就用G和言 Fa,La,Do就用F和言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你發覺呢 Fa,La,Do,又有一個Do 即是說,都可以用C和言 也可以用F和言 So,T,Re,So 又可以用C和言 Re,又可以用D minor 其實那些幾個chord是 通的 是很多是雙通的 但是你什麼時候用哪個呢 就要你感覺了 那你就試了 我現在試一下這首 耶穌我愛你 我試一次 這樣 這樣 這樣就這樣 So,Me Do,La,Fa,Fa 所以這個就是D minor La,Fa,Fa 那這個就是 D minor 這個用F Do,Do,G 這個用G 然後,La La就不會跟它 Lala so so 就用C 我再試一次 根據那個音是什麼 你就試一下 可能的和言 然後看感覺 這首歌主要我緊靠你 我示範給你看這首歌用的和言 mi re mi re do 這首歌 主我緊靠你 那他就用C G re re 用G mi re do do 可以用C或者用 A minor或者用F 我試一下看三個尾 有什麼不同 主我緊靠你 這首歌用A minor 現在我們試一下用C 主我緊靠你 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又用F 主我緊靠你 又不同 這個F的感覺 感覺好像要去別的感覺 你再聽一聽 主我緊靠你 好像 還沒完 那種感覺要去別的 但這裡你聽一下A minor 主我緊靠你 感覺是很舒服 感覺是很舒服的 但如果去C 主我緊靠你 又好像不同 他好像 去C 好像一個圓結 但這句好像不圓結的感覺 不可以不圓結的感覺 你要用A 你要用A minor 然後下一句 主我緊靠你 這裡第一個 主可以用D minor 主我緊靠你 也可以用F 主我緊靠你 這兩個都差不多 再試一試聽聽 第二句 主我緊靠你 還有F 主我緊靠你 似乎F會比較聽 盡我生 因為這首歌 這裡是變調的 這裡是Soul Sharp 就變成E和弦 不是E小調 以我 盡我生 以我你 這些位置 多數都是G C和G G很多時候會去C 因為G 去到第五個音 很多時候完結之前 都會去到G 又去到C 接著 盡我生 以我你 主我緊靠你 這裡用C 不用這個 因為它是正歌的圓 下面 以愛 以愛 這個 啦 用A minor 啦啦啦 素 法素 以愛 感動我 我生 好了 這個是A minor 但如果用F 以愛 感動我 我生 再聽一次 哪個好聽 對 我好聽 A好聽 感動我 我生 以愛 感動我 我生 這個是低一點 那個 柔和一點 對 這個是柔和一點 以愛 感動我 我生 還有跟著 這樣 將我 再 擁抱 這裏 都是用G的 我只 我只貴你 A miracle 可以用C 可以用F 試試 我只貴你 我只貴你 試試用C 我只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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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三個感覺都很不同 是 我只貴你 好聽 這個可以跟著下去 就是剛才那兩個 很記得 我只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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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只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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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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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用F F小調 我只貴你 屬於你 我只貴你 我只貴你 其實就是 我只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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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o Re來的 我只貴你 屬於你 我只貴你 可以這樣 我只貴你 我只貴你 但是這裡是用 我只貴你 我只貴你 它有一種的 這種 這種呢 是一種的 衝擊的感覺 我只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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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呢 就是用一個F 然後跟著 F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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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回那個C 就是 不用G 而用F小調 F和F小調 我只貴你 我只貴你 屬於你 屬於你 我只貴你 我只貴你 好聽,為何好聽呢? 自己試一下 你會發覺我有些音小聲,有些音大聲 很多時候在二、四拍的尾那裏,去入去第一拍 或在第三拍,即是多些是第四拍的尾那裏 讓那個stand out 多些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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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結鼓訴我 即是有些音會大聲的 好,如果我現在想唱,想激活些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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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結鼓訴我 即是這個大聲的聲音就會顯出哪些音 主耶穌愛我 就是重音,就不是重音那裏的大力 即是不要聽 主耶穌愛我 就是不要聽 是要那些普通人想拍掌的地方 不要拍掌 其實呢 通常來講,中國人拍掌是會這樣拍的 主耶穌愛我 其實現在這個在西方的音樂 其實也是來自非洲的音樂 他們不是一三拍掌的 是二四拍掌的 二四拍 所以他們的重拍在這裡 主耶穌愛我 即是在第二個拍的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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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結鼓訴我 如果我用這個重拍 來彈一下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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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結鼓訴我 你會否會用二四拍掌 你會否會用二四拍掌 來彈一下 你會否會用二四拍掌 你會聽一下這個感覺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有先結鼓訴我 就是那個二四拍重拍 反而是好聽的 好聽的 好 到你彈Broken Corner的時候 你就在那些地方 你就會大聲來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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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見不送我 這個是比較寧靜的方法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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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愛我